這個地方怎麼套用 基本上的話 一樣就是 首先的話呢一樣這邊 優標方這邊先 因為他有歲月跟天 所以我們先把 幾歲做完 把那個公式複製到這邊兩個其實就可以了 OK所以做法1 等於這個地方不能用 插入函數所以用dative 這個要自己打一下 dative 記得字不要拼錯 打錯了 這裡有同學打到data Date 然後後面的話呢第一個前面日期是他的生日 逗點 後面日期就今天 今天你想說這邊上面沒有今天怎麼辦自己打 打個today 記得today因為沒有引述 所以記得加個小瓜糊 表示說沒有引述就保持空白就可以了裡面不要放東西 逗點 他的生日 跟今天比比看 比什麼呢 比他 幾歲的幾年 OK所以打個y 那 前面講過如果他沒有滿 還沒有 生日的話 就是他還沒滿那個歲數 那就不算多一歲 OK一定要滿才算 好把他打勾 看一下 他是8月5號 8月5號還沒到 所以他47歲 所以如果說他8月5 假設8月5號就變48歲了 OK 47歲 好 那可是後面還沒結束喔 幾歲 又 幾天 怎麼辦 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先做 做這個第一個n 做完之後的話 把後面這一串 當字串 放到哪裡 放到這邊後面 那因為公式 跟一個字串串的話 一定要end符號 然後把他雙引號 把這個字串放進去就好了 做法的話 1 我先把這邊點兩下 把這邊複製一下 Ctrl C 2的話呢 移到這個公式 上面這邊點一下 end 雙引號 好 兩個好了 然後移到中間 把他貼上去 好 這樣的話呢 打個勾 47歲 n個月 又n天 兩個n怎麼辦 一樣 把前面的公式 複製起來 放到這裡 放到這裡 這個地方其實有點像那個 我們之前練習那個VBA裡面的I 有沒有I 實際上就是什麼 把它切開來 把變數放進去 不過這裡 因為 我是覺得在公式裡面 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 他沒辦法 產生變數 如果這個公式裡面可以產生變數 就等同 我是覺得他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但 沒辦法 所以其實 我一直強調 如果你那個簡單的事情 用這個公式還可以處理 但是如果你那個事情很複雜 寫很多東西 可能甚至需要 好幾個變數的話 那放在這邊的話 真的是至少麻煩 所以 複雜的事情 真的倒不如用 VBA來完成 OK 不過 你會發現現在的複雜的事情 好像多過於簡單的事情 所以 為什麼你們 要學VBA 到底在這裡 OK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只會公式 處理不 不玩那麼多 複雜的事情 那怎麼 把它放 1 把它複雜的公式 這公式 Dedif到刮鬍 2的話呢 把它放到這個N 一樣 選起來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N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這有沒有很像 直接放一個I 這邊是 直接貼上就可以了 OK 蠻像的 只是說 它不是一個I 然後呢 再把什麼 把這個公式改 YM 打個勾 9個月 有沒有 因為它是8月 已經9個月了 OK 還有 10個月 11 12個月就滿 就48歲了 OK 幾天呢 很簡單 再把這個N 選起來 然後刷引號兩次 移到中間 M的兩次 再移到中間 再把它貼上 然後把這個 Dedif的後面的 Y改成MD 好 這樣的話呢 打個勾 就 大功告成 9個月 27天了 OK 所以向下填滿 就 完成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就把剛剛的那個 Y 跟YM 分別放在這邊 然後記得 有個訣竅啦 就是說 你要把這個地方正確做出來 我建議是先 變一個字串 然後在那個 你要貼那個N的地方 背口訣吧 OK 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這個 這個到底如何 你先把它記起來 OK 然後 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 VBA 如果今天希望 多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 就是把剛剛這件事情 放到這邊來 好了 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 第二個的話 清楚 該怎麼做 當然呢 如果用VBA 不外乎幾種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就丟公式 另外還有就是 有沒有那個 VBA裡面 可以取代 Dedif的函數 我後來發現 Dedif裡面 要完全取代 VBA裡面要取代 好像沒有 這個 相對應的 好用的 函數 所以 倒不如直接 把公式丟過來最快 所以 待會這個 VBA 實際上 就前面講過的 我做好一個 我把它放到 VBA 先跑個回圈 For i 等於15列到19列 然後做什麼呢 再把這個公式 放在儲存格 Sales i列的 H欄 然後呢 裡面會變動的部分 就是這個 15 15 15 那把這個 改成i 就可以了 i放進來 就可以了 把 這個VBA 給完成 OK 所以這個VBA 其實是 只有丟公式 並沒有很複雜 OK 那請各位 試一下 畫面 先還給各位 完成的公式 雲端 上面也有放 待會有時間的話 可以練習看看 有沒有辦法 把 這個公式 再把它轉成 這個VBA 做兩個按鈕 一個清除 一個輸出年齡 OK 好